台湾金山 在台北市阳明山的北边 邓丽君就在这里翻溪着 沿着山路崎岖的在攀岩 目的地邓丽君的陵墓 在阳明山的北山坡上 路极其不好走 我们站在这个栏杆的前面 就是邓丽君的墓地了 出了一个金像 演出的形象 依然能听着他的美妙的 动听的歌声 摆出了他优雅的歌唱姿势 身后许许我们能听到他的 动人的美声 经典正曲 再往后 那块石碑 上面写的是军园 就是他埋葬的地方 很多人不时还会来看望他的现花 这都是他的粉丝啊 墙上刻的钢琴 他的乐队 萨克斯风 小浩 提琴 各种各样的演出的场景 这些粉丝们想象的还是在陪伴的邓丽君 军园 这是邓丽君的真名实姓 定义为这个墓地的命名由宋楚瑜 亲笔提词 平民在这照相 看这块碑 定义为爱国艺人邓丽君小姐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 只有男朋友 这尊雕像 非常生动的刻画了邓丽君小姐 全目面貌 他的官邸就埋在这个石碑下 可以看到多少人不断的还来献花 这都是今年二三年一月份所有的人献的花 君中情人也是台湾民众当中的情人 而更是华人当中的情人 他的歌唱得非常优雅非常好听 直到今天这个歌声还在现场 目的之处陪伴着大家 到此来还能听到他亲切的声音 但是他的歌声一直到今天还在人间传颂 完美 柔雅 甜蜜 还有一树来自浙江的 1月29号 1953年1月29号 所以到他生日这天 来给他祭拜的人特别多 这些所有的花树都是他生日 大家给他送来的 非常有心 中国大陆来的 青海歌迷 中国还有邓丽君歌友会 日本歌迷 上海联城 这个人是从上海来的 姓联城 这里还为邓丽君修建了一架钢琴 钢琴陪伴着他走过了一身 我们刚才跟这几个工作人员 呃 员艺人员在询问 这里边的目的的一些细节 最后我们才了解到 他们的车老早在我们背后等着 我们却没有意识到 我们在那看 大概花了20分钟时间 我们出来之后问他们 他们说我们就在等你们 让你们看完了 完全瞻仰完了 所需要你们花的时间 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才进去清这个圆 看看这个台湾的普通的民工 我们感觉到很温暖 到了这里之后 确实感觉到中华的文化 中华的所有的礼仪保留的特别好 他跟我们解释这个球实际上是一个金光灿灿灿灿的 球代表着重生 代表着未来 代表着来世再见 好美 他也跟我们解释了 这些高建筑物和大型建筑物里边变成骨灰收藏地 因为军园所在的位置 如此陡峭的山轮之间 非常不好拍 我们随着我们的车不断的高升 路也越来越崎岖 同时两边茶庄也越来越多 远山 远山 近林 满处都是茶庄 非常漂亮 这么多条路 这么多的茶庄 这么多的指示牌 要找到我们的目的地 看来也不是个容易的事 白经常茶庄 别说怎么下去 批发 零售 制作 对 走 没问题 就是这家啊 米其林三星茶庄 老板 带我们来看茶园 看看他们家茶叶获得奖 各式各样的奖庄 奖章 所以 真是明茶 非常不得了 他们家 所以我们俩这种的是不懂 知道 你们本身在喝茶吗 喝茶 但是不是很懂 实在讲真是不懂 你们喝什么茶 什么款内的茶 他最喜欢喝的是高山 你们台湾的高山 就台湾的乌龙茶 各种乌龙茶 都很喜欢喝 那你说你那个 如果要是炒成长的 是不是长的就像 中国有些什么毛间 那是 可是它比较细 我们比较大一点 你们要粗 更大 所以你们新鲜的茶叶多香 有人给我们介绍茶 就可以摘下来了 而且带我们去茶园 我们人家看 你采东花梅 那个白蚝乌龙的话 它很小 它刚长成了 扔一下就下来 大概有多少厘米吗 高的 高的 冬的 低的 一定有不同的人买的品质 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很高的品质 对 不然你很慢 有些人想说 我不用搭那么好 我买的品质 也有更多 所以你操作 人家白蚝乌龙贵 他不能说贵 你一天采两斤你贵吗 不贵啊 不贵 不贵 七八四五天就起来采了 然后你采不到两斤茶叶 你一斤买五千块 你就贵到不贵 所以种茶里边最辛苦的工作 你觉得是哪一个环节 其实都很辛苦 晚上也不能睡觉 为什么 对吗 有些素要到晚上 你还去送它 不能让它睡着 你不能睡着了 它还会洗水 过水水水 过水它会有苦涩 所以它很多环节 所以采一定是女孩子吗 男生女生都会做 人家是做龙的都会做 速度快就不快 那现在没有 那是多晒太阳也好 还是少晒太阳也好 晒太阳也好 你太硬的地方才不像 这个素真正的 一天晒到现在是最好的 最好的 这个素的真正的学名叫什么 它学名叫金轩 金轩树 它这个金轩树 有清新的 有翠玉的 有阿萨姆的 很多品种 很多名字 很多名字 所以你们会选择不同的茶树 然后做出不同的茶叶吗 黄金桂 肉桂 很多茶树的名称 对 我还记得咱们俩吃也喝过他们的肉桂 对 很多不同的高山 就乌龙茶 台湾的乌龙茶本身就好多品种 对 所以我们就有点没明白 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喝到的茶 味道都 其实都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一种茶也喝出来都不一样 然后你 然后你家做出来 庄主的家 这是一个制茶师傅做出来的味道 你同样一批茶 不同个人 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那你是说 等你们明年的茶也跟金轩 可能就不一样 你今天就没有这个味道 这边好漂亮的 同样是春茶 对景 他们家很大的茶园 过去你明年来的边门 这个山里头 这个位置有回音的 你们听一下 这茶庄在这脚下 而且回音四 是在山里边环绕着 听见了吗 回音好响 有回音的茶庄 看着马里面怎么做 好漂亮 做茶 嗯 所以作为茶来讲 你们采摘 然后烘干 还是炒 烘干 日光尾雕 改为热 热风 热风吹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轻松好多 对对 压缩很多时间 以前压到铺在网子 嗯 天晒 绕来绕去 追来追去 太阳来了赶快 那它也不行 然后有时候刚好铺下去的时候 哇下雨了 然后又要收 哦 那挺累的 那你们换成这个 是不是还轻松好 对对 我们如果去茶园结婚来 下雨 让它下雨 今天四天也不管它 嗯 好新衣服 这个烤茶 温度有多高 所以这是晒茶 有分的 有分的温度 它好像几度 我只是来测试 我没做这个测试 哟 好香啊 嗯 哎呦 我不懂不觉得香 如果喝我们这种茶习惯了 不会去先喝阿里山的茶 你喝阿里山的茶 是浓度过 可是它没有这么香 而且颜色比较深 对对对对 特别的颜色比较深 嗯 好好喝 生精 你一喝一点 你就觉得哇 那嘴里边就开始 往外像冒情 我就是第一泡加第二泡 我这样子加 哦 一加二 那像这种泡的方式的话 能有多少泡可以 你这个可以有这么浓的味道 包容茶 我跟妳讲 它一个蓬 蓬松 你要放多一点 咕咙茶是等于浓缩的意思 对 那我们要放七分满 哦 像我这样子的程度 有蓬一点了 刚刚看你有看到吗 七分满六分满 也不能太早放不出它味道 好好喝 人生啊 这个茶就是你的味道 有开了 有开了 老板娘请我们 招待我们这个茶 五十年的老存货 他说一股人生味 我们喝的真的是人生味 闻就都是一股味道 就是你的味道 不是你身上的味道 是你名字的味道 你这个茶是哪一种茶留下来的 这种 哦 五十年就能变成这个味道 对 颜色也变了 就是自然变的 对 也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嘴巴它其实还很酸 也有三十年了 啊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 你们每一年 出来的茶叶 味道是不同的 对对对对对 哇好神奇啊 你像四五年的茶叶 那不叫来 到里面太阳其实不太晒得到 那湿度蛮高 后来大概在三十年前 平宁人 他就把它改做叫热风尾雕 他是透过瓦斯的热气吹上来 哦 然后把茶叶铺在山清 那后来改这种 就是你可以拖出来 它其实很长 拖出来就跟这个地面大小是一样 哇 OK 一次就可以放 刚刚所谓的九十公斤的茶叶 那就放在地上 它是用网子的 嗯哼 网子 就是一人一边 把它拉起来滚到中间之后 再把它铺 你的房间也要 湿度大概控制在六十到七十之间 哇 所以等到你真正要到 采茶的过程当中 你整个这个房间都可以 对 所以我的风管 你看后面其实有小小的洞 对 它是风管同样的送出来进去 它是循环的 哦 对 我们是要慢慢的让那个青味 跟着毛细孔 跑出来 所以我们是轻轻动一下 让它跑出来 那什么时候到停止 是要根据你的经验吗 鼻子去判断 哦 纯粹是经验判断 对 你可以想一下 当我洞茶叶的时候 它的青草味 会跟着水分从细孔 跑出来 但它跑到一定的程度 毛细孔就像我们睡觉了 它会闭合起来 嗯哼 所以你要轻轻的动它 再让它跑出来 哦 这些都是半夜的 这个在半夜 就是大概下午四五点 都会进来在这个环境 对 那当我们做到晚 是早上大概是六点 哇 都不睡觉 要睡觉 但是是 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这些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当茶叶进来 是五点半 就是可能下午五点半 从那边烘完 当天采完 对 才刚到这个地方 进来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写时间五点半 第一次翻 第二次翻 第三次 第四次 这个地方掉下 应该翻煮菜一样 嗯嗯不要太快 那温度大概会控制在350度 这是外锅的温度 嗯嗯嗯 内锅其实大概在85到90度 嗯 那你水蒸气 大概六分钟水蒸气 走得差不多 就很像在做香水 前面那个青草味 它会更剧烈的跑出来 嗯 所以好像杀青 把青味杀掉的意思 那你这个时候 倒出来的茶叶 基本上所谓的酵素 红条 嗯哼 你再短红子就是这样 那我们会把它压起来 嗯 红在里面 但有点像在揉上面 揉的作用 揉的时候本来茶叶是 叶子叶片是这样子 你揉完之后变9区状 可是长条状的 温度大概是 第一个大概120 嗯 第二个大概在90 哦比炒糖那时候还够 呃 那是350 因为它这个是说 80 是大概 里内锅大概是80到90 这个是因为它有个风在抽 那你才可以确保里面 这个是真正的把它含水 对全部脱掉 哇哦 那这个温度大概在65度 嗯哼 然后两个小时左右 哇 那你确定要全干 有时候我们会用折的方式 就像折一张纸 很容易就折掉了 哦错了 你大概知道它的湿度 其实已经下来了 这时候水分是多少 零 最后大概3% 不会到零 到三已经所以是极限 你也就变成粉末 哈哈哈 不至于啦 但到三就已经很极限了 哦 哇 哈哈哈 太太太给我露下脸 我真的 他可以露脸 哈哈哈 那这就是那个 那个米奇 我们叫ITQI 嗯哼 然后最新的话是2023 嗯 20 2022不要放进去 小朋友 所以连续得了7年了 对 今年第7年了 哇很不容易 你看 连续7年 这可真是 能越持久 可是越是功夫 哇 2022还没摆上去 哇 不用不用打开了 没事 不用打开了 新的还可以擦 这是最新的 哎呦 小心两边 哎 哎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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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可以 哎呦我这样拿去 对 2018 一直到 一直到2013 一直到2023年 哇 这就是新选 这是真功夫 这是真的功底 挺功底的 没讲到还没发现 2022 都还在拆了 哇你想到了 无所谓的 你有时间在弄 对啊对啊 嗯嗯 所以这个 证书只有这个吗 还有一个小本子 好像是不是 没有 我就是用这个 就这个 这是原版 哪年你去出国领的奖 对 没有就前三年有去 后面疫情2019之后 就没有去了 19 所以你17年的什么都去了 对 都是在比利时啊 都在比利时 哦 前一年是第一年就有去 所以一定要去 那第二年 第二年就有点像是 带老婆出去玩那样子 嗯 现在有我的1200块 好 白青 对然后这是二三 长 二三还没来 然后这个是那个 第三年的 连续三年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水晶的奖桌 哦 那第七年会有一个Diamond 钻石的奖桌 哇哦 等于是最高品级了 连续七年是最高品级 中底 然后 小伙子是叫白俊玉先生 荣获了青年凯末 这都是在台湾非常成功的 年轻人 年轻人 年轻一代 对 哇 太棒了 看看这些奖 具体的你们要看这些奖的话 各大明察 十大经典明察 看看 这些奖杯 奖状 琳琅满目 逼逼皆是 在这个墙上 属无胜属 不一定 基本上都是 应该做差不多八点到茶园 然后大概五六点再回来 哇 一年三百六天多少天大概 要这样的劳作 其实没有很长 你弟弟比你高好多吗 而且兄弟俩 什么好吃的都给你 我不要弹吃 兄弟俩都长得好 你妈说生你的时候喝茶了 她比你白好多 哈哈哈 在车里了 谢谢 拼啊 而且你看他们俩都好帅 啊 从小喝茶 她排多了 对啊 我上一天她晒一个月 她才会跟我一样没有 没有吧 她生的时候你妈喝啥了 哈哈哈 我生第一代生了给你茶跟我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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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夜间 上下班高峰 台北市主要 道路上开车 并不是很容易 看看这些 像 密封一样的摩托车 在你两边穿行 雅萍在开车 非常谨慎 因为这些摩托车 会一瞬间穿到你前面的 这就是你特别要小心的 音乐厅 我们来听 台湾国乐团的 现在我们这边只有一百元 你有一百块吗 你也一股吧 今天我记得我剩了 好像有几百块钱在你手里 这个钱是个问题 富美金 有 一共多少钱 六个小时 我们这次六个小时只要八十元 哇 好辛苦 不可能 我怀疑 这大了一圈 我怀疑 对 我怀疑 有 互惊 他是 邀疑 你 温人 他 送去 那么 他们 有 咬 还是 逐 是 放 演出现在结束了 大家为他们热烈不长 我们现在看看电视台里有没有多近 电视台就在旁边聊 你拿筷子试一下 先这个 然后再放在水里 进里都挂了 你已经就挂了 这种骨头类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吃 像来人的发沟